你正坐在家里吃早餐,突然之间地面破了个大洞并被完全吞噬掉,而你只剩几秒钟的时间能逃命。 当水侵蚀掉地下岩石层后,就会发生肾穴的情况。 这可能突然就发生,或逐渐形成并出现让人提高警觉的迹象。 肾穴还会从地底释放出有毒的气体,制造出更大的灾难。 有时,就连巨大的船只也会在没有明显原因的情况下沉入大海。 这通常要归咎于海底火山所产生的气泡。 即使修火山也会有哦,这些源源不绝的岩浆产地被隐藏在海平面以下2600米。 当它们变成火火山时,就会像陆地火山一样的活动,而且能引发严重的海啸。 当风和阳流变长像野兽一般时,力量可以大到把九米高的整个兵壁移上陆地。 这种情况大部分发生在早春,这时的兵正要溶解,但尚未融化。 没有什么能阻止得了这种兵海啸在行进时造成摧毁,它能把整个村庄移为平地。 在1854年的一个晴朗夏日夜晚,有艘美国籍的船流星号正往印尼开去。 突然间,前方的海洋变成白色。 这是某种神秘的海怪,还是美人鱼的把戏呢? 水手们把它称为属白色海洋。 这些白色的灵光都是由水中那上照个发光的细菌造成的,直到现在仍会发生。 强大的暴风雨和气旋会把海洋变成满是泡沫的超大浴缸。 当泡沫移动到岸上时,会流进整个城镇。 幸好,这种泡沫风暴极为罕见。 它们看起来无害,但还是要毁灭财产,引发洪水和夺去生命的威力。 此外,它们还会把恐怖的惊喜海蛇带上岸的。 它在短短几分钟就蔓延开来,十广大区域都被熊熊火焰给吞噬。 一场野火能达到每小时22公里的速度,轻易地就成为最令人害怕的天然灾害。 它会影响数千英里外人们的生活,污染空气并造成呼吸困难。 即使先进的技术也无法预测它何时发生,而控制火势也几乎不可能做到。 非洲的达纳基尔沙漠位于地球最热及其中一个最干旱的地区。 其温度经常会升到50摄氏度以上。 那像是别的世界才会出现的景象。 有许多活火山和会喷出像是绿河流等有毒气体的间歇泉。 那活力十足的绿色、亮蓝色和黄色的水都是被沿浆加热的雨水和海水。 你要是在这里踏错了一步,就永远回不来了。 当构成地表的构造板块发生碰撞时,就会出现强大的能量波。 地震就是这样产生的。 它同时也是地球最常见,破坏力也最大的自然现象。 它们每年都会发生上万次。 当引起海啸、山崩、火灾和饥荒时,造成的损失总是非常大。 现在我们身处非洲南部的纳米布沙漠。 你会注意到一个绵延数百公里的奇怪现象。 这些沙子上不寻常的圆点被称为仙女环,其直径可达2至15公尺。 有一种理论认为,这些点点是由白蚁所组成的,因为它们会挖洞来储存水,吃掉所有植物的根。 所以造成没有东西能在这片土地上生长。 其他理论则认为是辐射或有毒植物影响了周围的环境所造成的。 并非所有的闪电都是从天而降。 有一种非常罕见的现象叫做肮脏雷暴。 当这个现象产生时,闪电不是从天空中的云所生成,而是在火山里生成。 日本鹰岛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火火山之一, 几乎每天都会喷发并将乌云释放到天空中, 而闪电则会在这些云里形成。 在任何暴风雨中,冰晶都会相互碰撞并产生电力。 一般的闪电就是这样生成的。 在肮脏雷暴现象中,相互碰撞的则不是冰晶,而是火山灰的颗粒。 我们继续在水上前进吧。 我们登上了一艘船,离开了海岸。 我们身处何处并不重要, 因为这种现象在世界各地都有发生。 大海清澈而平静,一点风也没有。 但是那是什么? 你听到很大声的嗡嗡声。 几秒钟后,一到十四米高的巨浪便出现在平静的海面上。 幸好你的船还浮在水面上。 海浪消失的和出现时一样突然。 恭喜,你刚躲过了风狗浪哦。 有些科学家认为,当海面洋流与强烈的逆风相互碰撞时,便会出现突然的风狗浪。 也有人说,这是因为暖流和寒流的碰撞所产生的。 但最有趣的理论是,海浪是由一种叫做动能吸血主义的东西所形成。 根据这个理论,在一定的自然条件下,波浪可以交换动能。 在所有的波浪中,都会有一道吸血鬼般的波浪。 它会吸收并汲取所有其他波浪的能量,然后一次性地释放出来。 这就解释了波浪带来的冲击力和它的突然消失。 我们的下一站是智利北部的阿塔卡玛沙漠。 它是地球上最干燥的地方之一。 通常每年的降雨量不到15毫米,但是每5至7年,这里的花就会随即地绽放一次。 这与圣鹰现象有关。 这时,温暖的海洋温度会造成陆地上产生更多的降雨。 然后,阿塔卡玛黄沙就会转变成紫色、白色、绿色和粉红色,并绽放出200多种独特花种的花朵。 但奇怪的是,如果雨水太多,沙漠里的花朵就不会开花了。 再回来澳洲吧,现在我们到了新南威尔士州的沃加沃加镇。 现在是5月,这里下个月就会进入冬天。 但所幸当地的冬天温度仍凉爽一人。 草还是一片绿油油的,天气晴朗,阳光灿烂。 在远处,你看到白雪覆盖的白色田野。 但当你走近一看,会发现那根本不是雪,那是一张蜘蛛网所形成的毯子。 这是一种全天然的自然现象,是很多蜘蛛都会进行的一种叫做空飘的行为。 它们会爬到高处,比如一棵树或电话杆上,然后释放出一股蛛丝。 风挽住了蛛丝,蜘蛛便因此而移动了。 如果有够多的蜘蛛同时进行空飘的话,比如数百万个蜘蛛, 那么你就会看到蜘蛛大迁移和一个看起来大概是你所见过最恐怖的噩梦般的情景。 当这场蜘蛛雨结束时,大地上便会结满蜘蛛网, 包括田野、树木、栅栏,周围一切表面上通通都会使蜘蛛网。 这对人类完全无害,虽然有点不方便就是了。 祝你今晚有个好梦咯。 乍看之下,这个位于美国明尼苏达州的漂亮瀑布, 看起来跟普通的瀑布一样。 不过,这瀑布的有趣之处在于它有两个不同的落水点。 其中一侧的水进入苏碧烈湖, 而另一侧的水则直接流入地底的巨大天然洞穴中。 这水去了哪里呢? 嗯,这就是神秘的地方,因为似乎没有人知道。 参观瀑布的人乘往瀑布里丢木棒和其他东西, 但他们从没看到那些物品出现在下游。 过去,科学家曾经将染料丢到瀑布中来测试水的流向。 他们甚至丢了一大堆乒乓球下去, 但他们却从未在该地区的任何水域中发现染料的踪迹。 那水到底去哪了? 嗯,大多数人都认为水一定会流往某个地方。 也许流入地底。 但难道它不应该从某个地方流出吗? 科学家还在研究这个问题。 你能相信吗? 地球上有个地方, 拥有属于自己的生态系和大气, 就像是另一个星球一样。 嗯,开始相信吧。 摩玛尔洞穴位于罗马尼亚东南部, 在黑暗中与外界隔绝长达550万年。 直到有天, 工人在找地方建设时发现它的存在。 而在这时, 我们才知道有这个洞穴的存在。 科学家们建立了一条通往洞穴的通道, 并在里面发现一个完全自给自足的生态系。 在建造一条穿越无数岩石的道路后, 科学家在里面发现一个有着臭鸡蛋味的硫磺壶。 空气中充满了硫化氢, 其中的二氧化碳含量比地球大气中还多一百倍。 不用说, 这里的空气是有毒的。 甚至更疯狂的是, 洞穴里已经存在一个完整的生态系, 其中有33种物种, 在地球上其他地方都找不到。 这个洞穴让我们一窥在不同大气状况下的星球 可能存在哪些生物? 它是怎么存在地球上, 又同时没被注意到? 很不可思议,对吧? 现在想象一下, 你眼睁睁看着火山爆发, 这景象本身就很可怕。 但突然之间, 你发现火山上空出现了不祥亮光, 将这个噩梦的恐怖程度升级。 对火山口闪电现象有两个非常好的科学解释。 一个原因是静电, 有密集的致密灰烬灰分颗粒在地面上不高处的摩擦所引起。 火山口闪电的另一个起源, 在远离地表的平流层附近, 那里混流的冰晶释放着强大电流。 这些看起来像冰冻小浅碟子的东西, 其实装满了高度易燃的可燃甲烷气体。 被困于水下, 它们形成了迷幻般的地貌和令人惊叹的图案。 这是典型北部湖泊, 如加拿大爱博塔省的亚伯拉罕湖特有的现象。 当死亡的动物、树叶和植物落入水中并被细菌消耗时, 就会出现这些气泡。 这些细菌随后会排出甲烷气体, 但不要被这种现象的美丽外表所迷惑。 春天来临,冰消水溶, 甲烷气泡开始以惊人的方式活跃和爆开。 你绝对不会想在这些地方玩火, 这可能会引发大爆炸。 最重要的是甲烷是产生温室效应, 让地球变暖的气体。 2010年,巴基斯坦经历了该国历史上最严重的洪水。 这场自然灾害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 以该国十年的降水量影响了超过百万人口。 很多人流离失所, 无数建筑物被彻底摧毁, 河水冲上岸边。 但洪水却带来了一些独特而意想不到的东西。 大量昆虫不得不在地面上寻找避难所, 而蜘蛛选择了在树上筑巢。 它们结了超厚的蜘蛛网新家, 给新家结的猪网如此之后, 从远处就能轻易看到遥遥可见。 老实说, 这个想法让我不寒而栗, 肯定有数以千计的蜘蛛潜伏在这些树上。 想象一下, 你正在一个完美波浪上冲浪, 浪花突然冻结了。 嗯, 听起来确实令人毛骨悚然, 但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发生, 对吧? 错了, 你会惊讶于南极洲的冰冻波浪。 这些波浪在冰被挤压时产生, 不断增加的压力会挤压出气泡。 至于那美丽的蓝色, 那是冰融化后再冻结的产物。 印度尼西亚的卡瓦伊珍火山, 不是普通的熔岩喷发山, 不像大多数火山那样产生黑色烟雾尘和红色熔岩。 这个古怪的家伙会发出蓝色火焰 和铁蓝色熔岩。 这种现象是由来源于火山里面 有世界上最高含量的硫磺。 当硫磺气体与灼热空气相互作用, 并被熔岩点燃时, 它们开始烧出蓝色火焰。 遗憾的是, 这个迷人景象只能在夜间看到可见。 顺便说一句, 世界上最大的酸性湖泊 也位于这个火山口内。 2018年, 位于纽约州与加拿大安大略省交界处的著名瀑布, 把所有人都吓得目瞪口呆。 想亲眼目睹瀑布咆哮力量的游客, 却诧异地发现尼加拉大瀑布整个冻结了。 但其实是尼加拉大瀑布上空飞过的细小水滴, 以及雾气在湍急的水面上形成了一层薄冰。 所以当你看到瀑布时, 你会以为瀑布冻结了。 实际上水还是在流动, 只是藏在薄冰之下了。 如果你在2018年初, 盗绑过北卡罗莱纳州的沼泽地, 那么你肯定永远不会忘记当时所看到的景象。 想象一下, 水池里面充满了冰冷的溪水, 上面则覆盖着薄冰。 很简单,对吧? 那现在想象看, 有几十只鳄鱼从池塘中把嘴伸出来, 而身体却冻结在冰层中。 虽然这个画面很恐怖, 但其实鳄鱼还活着。 这只是一种鳄鱼用来应对异常寒冷气候的特殊生存方式了。 由于它们把鼻孔伸出水面, 所以这些猎尸者们还可以呼吸, 而身体则处于冬眠状态。 这种方式能让鳄鱼储存能量并且保持温暖, 同时还能活下来。 2018年3月, 仰望内华达州的北部天空的人可以看到最稀有最奇怪的云, 马蹄云。 除非你知道该现象的科学原理, 不然它甚至会让那些负经验的天空观察家都感觉到害怕和困惑。 但气象学家深知, 当一片扁云在一列温暖的上升空气中行进时, 就会发生这种马蹄形窝旋。 这种空气不仅能把云朵塑造成令人印象深刻的形状, 而且还能为其运动增加旋转的动量。 不幸的是, 这种云朵的持续时间很短, 通常只有几分钟。 另一方面, 你不用花太多时间来思考这种云朵像什么模样了。 2018年3月19日, 阿拉巴马州的居民被天空降下的巨大冰雹夺去性命。 这是阿拉巴马州恶名昭彰的薄爆。 该薄爆造成了数百万美元的损失。 在薄爆过去之后, 这里看起来好像被野人蹂躏了一番。 破碎的商店橱窗, 碎裂的挡风玻璃, 裂开的广告刊板, 还有屋顶上的大洞。 但最令研究人员兴奋的是, 他们在阿拉巴马州卡尔曼镇附近发现的一块冰雹。 这块垒球大小的怪物冰雹超过5英寸, 创造了一个全新的冰雹记录。 我很高兴, 当它掉下来的时候, 我人不在下面呢。 5.下雪的沙漠 既然我们谈论的是最令人困惑的自然现象, 那更不用说沙漠竟然会下雪这种事。 没错啊, 在2018年的冬天, 撒哈拉沙漠的居民, 这个地球上最干燥也最炙热的地方之一, 醒来之后, 居然发现一层厚厚的白雪, 覆盖在沙子上方。 在某些地方, 覆盖沙丘的白雪甚至达到惊人的15英寸。 然而, 气象学家对这个令人兴奋的现象 有个解释。 他们表示冷持空气, 加上最近一次的风暴的降水, 形成了降雪而不是雨。 6.160天的风暴 如果风暴延误了你计划许久的野餐, 请你冷静下来。 你应该想想看你有多幸运, 幸好你仍不在卡塔通勃。 这里有世界上最久的闪电风暴。 风暴的全盛期每年都会不断地重复, 在委内瑞拉的马拉卡波湖上空, 它比常见的闪电风暴还要久上许多。 该自然现象会持续长达160天, 每天产生近300次的雷击。 你可能听过别人说, 闪电不会击中同一个地方两次。 呃,在卡塔通勃, 似乎不太适用这个规则。 至少可以这么说了, 因为它无法阻止暴风每年都聚集在同一个地方啊。 在北美西岸外海的太平洋海底, 有个隐墨带, 就是两片地壳板块相遇时, 一片弯曲滑入另一片的下方。 卡斯卡迪亚海沟从北加州延伸到温哥华岛, 以这里来说, 海床被压进北美路快的下方。 海床每年大约移动4公分, 不过这一带的上半段卡住了, 而北美板块现在正受到挤压。 这里的压力持续增长需要被释放, 而释放的形式可能是规模9.0以上的地震, 这可能会造成海岸沉没大约2米, 也可能导致它平行移动。 在地震尾声之后, 沿海可能会经历到类似2011年冲击日本的海啸。 科学家已经计算出来, 这个区域最近1万年已经经历有41次大规模的地震, 最后一次规模9.0以上地震, 出现在1700年1月。 专家目前认为, 在未来50年间出现规模7.1地震的几率为37%。 我们很幸运, 史上记录过最惨烈的日闪宴, 发生在我们的文明对太阳风暴没有那么脆弱的时期。 那称为卡林顿事件。 事件发生在1859年9月, 远在现代科技发展之前, 巨大的电浆波和磁场, 冲袭地球本身的保护性磁城, 这产生硕大无比的太阳风暴。 该事件导致了强烈的极光, 点亮了天空, 撇开漂亮的光不说, 随着该风暴而来的强烈电流产生了重大的后果。 覆盖了欧洲和北美洲的电报沟通系统弹缓, 火焰窜出, 中断的电力供应持续传发奇怪恐怖的讯息。 1989年, 另一场严重的太阳风暴袭击地球, 最极端的结果出现在加拿大魁北克, 电网供应完全断线, 600万人无电可用。 因为日闪宴常常发生, 有些科学家预测说, 另一场强烈的风暴很快就会再出现, 他们把它称为The Big One。 像这样的大型太阳风暴, 每500年只会发生一次, 科学家相信。 这会强烈到足以摧毁 全球电力和通讯系统好几天, 几个月, 甚至几年。